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收看众利教会主录制的新眼光,每日读经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范围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十节 众税吏和众人都哀敬耶稣,要听他讲道 巴利塞人和文士私下一轮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临时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 欢喜更大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 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 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临时来 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一块钱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这段经文可以看见天父上帝为了寻找世上的人的灵魂 他心中的喜乐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出来 可以看见我们的上帝多么样的细心 而是寻找的人,是他自己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当然这个比喻当中很多人会比较说 这个主人已经有九十九只羊了 干嘛要花那么多心思意念 费尽这么大的辛苦去找那一只羊 而且在这个旷野当中 羊呢,失落了,迷失了 被豺狼吞吃了这事情,常有的事情 在一次大清洗的过程当中 动物常常会被其他的老虎、狮子、豹、捕猎的状况 情况是非常的多 不过我们话说回来 主在这个经文当中在表达的是 他尽上一个牧羊人的职责 他用这个态度来表达他对我们 这世上的人,世上的人 这种寻找的迫切的心情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好牧人的比喻当中 我们可以想到在中东地区 西里亚这个大旷野的当中 牧人都有自己的羊群 他们在放牧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不同的这个主人羊群会混在一起 在大草原当中 一起在那边吃草或者喝水 但时间一到的时候 那回到自己的牧原当中 他们不同的牧羊人的主人呢 这主人他们就会叫了 用各样的声音哨声叫声叫 很奇怪的 他们自己的羊群认识主人 就一起回去了 这个情况很明显的 我们的上帝也是如此 他在呼召着我们 时候到了他要再叫我们 这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他的百姓都要归向他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好好传福音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要认识耶稣 听明白他的话语 苏格兰有一位姐妹 伊丽莎白 她的哥哥呢 没有信主 好久 那妹妹呢 常常就为他祷告 但是时间花了很久 在一年的冬天的清晨 被人发现 他的哥哥躺在路边 过世了 他的妹妹伊丽莎白 克里芬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天天 为着哥哥灵魂抢救 在上帝面前来祷告 但没有想到 他却醉死在异乡 他就问上帝说 主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说 主啊 你已经有九十九只养了嘛 但是你的恩典不够这一只吗 在你羊圈当中 你九十九只就满足了吗 他在祷告当中 抑制掉眼泪 神的安慰就临到他的身上 于是他写下了 一百只羊 一百只羊有九十九 在祖兰中安眠 但有一只远离家门 迷路群山之间 远在荒山深谷徘徊 远离梁木照顾池淮 远离梁木照顾池淮 他写下这个词就放在家里面的抽屉 他离开世界之后很久 才被人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诗歌 一直到1874年的时候 木迪步到家 有一次在搭乘火车 要到爱丁堡的时候买了一份报纸 在报纸上面就写出了 伊丽莎白她所写的这个歌词 她一边读一边感动 她心中在想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歌词 把它再写上一首诗歌 加上歌曲 一定会很感动人 所以她找了她的同工 他们一起把这首诗歌 谱上了去 就是现在我们所听的 一百只羊 有九十九 在主栏中安眠 但有一只远离家门 迷路群山之间 亲爱弟兄姐妹 羊的特性是很固执的 羊很容易迷路 它又近视眼 又胆小 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很多人就是如此 很固执 在最终生活的时候 别人怎么劝都不愿意听 羊又很容易 被这个比它力量大的动物给侵害 那她一边迷失的时候 她也会叫 可是这个牧羊人 就会找到她 这是她的心情 我们的上帝有这个心情 不是因为说九十九十 她不满足 她很满足 可是也因为这个迷失的羊群 她心中还是迫切的 就你可以想一个母亲也一样 她孩子很多 但是只要一个孩子生病了 这个妈妈一定是非常的难过 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被寻找到的时候 那个欢乐是多么的大 如果找到了 这个主人的心就得到安慰 同样的经文 它讲到说 有人掉了一块钱 或者是掉了一个衣服上一个钮扣 或者这个图片当中 缺了一个脚 少了那个东西就不完美了 就不完全了 当然找到的时候就很快乐 当我有的时候找到 要为了一个件事 我就一直嘀咕嘀咕地说 这个东西到哪里去了 其实不是很小的东西 当找到的时候 心中莫名的喜乐 就满足在整个心里面 亲爱弟兄姐妹 你我都是神所寻找的那一个人 现在这个主人耶稣基督 还在找其他失落的人 我们一起来找好吗 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国度 让这国度更多世上的人 回到他的怀抱 回到上帝的怀抱 愿上帝垂听我们的呼求 阿们